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啊,咱们讲到这乾隆啊,要送自己的小舅子傅衡出征了 那么乾隆皇帝现在认为这傅衡呢,管的钱也多,是粮也多,兵也多,将也多 那么原来的官职啊,是不是就小了 于是啊,还得把这傅衡的爵位往上升 原来这傅衡已然这官职爵品了 多少品呢?从一品是协办大爵士 长,一下子长到了头了,长到了宝和殿大学士 这一下子这傅衡啊,就成了这内阁的首府,正一品的大学士了 哎,我这么跟您说吧,这宝和殿大学士是什么意思啊 这有清一代再也没有比这宝和殿大学士啊,再大的官了 前头啊,咱们说的那个诺钦,他也是宝和殿大学士 要不记得乾隆皇帝就说,他是自自登基以来受皇恩的第一人了 不但如此啊,这傅衡身上啊,还有一个户不尚书的时区 这乾隆皇帝说了,哎,做了大学士啊,这户不尚书还是由你兼着 大概其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哎,干脆这财政部啊也归你管 你前线要是用钱呢,就自然给自个儿批点吧 哎,当然了,这是说书的我开玩笑,您不必太认真 总之啊,在这傅衡出征之前,已然是官居绝品,没法再大了 并且啊,继这个诺钦以后,哎,这大学士傅衡又是西南无省 针对这个金川前线的经历 您瞧瞧喂,这官有了,兵有了,钱有了 就连啊,傅衡给这个军中赏赐的银子 这乾隆皇帝都从自己的内堂里边专门给拨了十万 并且啊,军中荣耀上的事儿,这乾隆皇帝都替着傅衡想好了 专门呢,让傅衡携带了花灵二十只,是蓝灵五十只 以备啊,犒赏这个军中有功的将士 这花灵啊,在清代军人当中心目中的地位啊 哎,咱们前面讲的够不够的了,咱们在这就不重申 总之,这姐夫乾隆皇帝给这个妖伤战场的小舅子 打下这个基础啊,那是非常的坚实 这乾隆皇帝啊,还心不够 在这个傅衡出征以前呢,又召见了傅衡 这乾隆皇帝说啊,老六,你这次出征啊 这姐夫我呀,还特意的给你准备了点小礼物 这傅衡啊,连忙倒身下拜 跟着皇上说说,您给奴子准备什么了呀 这乾隆皇帝看着傅衡啊,笑咪咪的凑到了跟前小声的说呀 三千骑兵 您可听清了啊,这三千骑兵的骑啊 是天将神兵那个骑兵 哎,并不是啊,呱哒呱哒骑大马的骑兵 这傅衡一听啊,那削威的有点泄气 哎,他跟皇上说,您瞧哎 您这几万兵都让我带了 哎,我是五省经略呀 涉及到战事的西南诸省啊 都归我经略同领 那么说这几千兵又能骑到何处呢 可是他看出来了,这乾隆皇帝 对这三千兵很热情 很寄予高的希望 于是呢,他也不敢呢,往伸了伸跑 他就问皇上,他说 您给奴子准备这三千兵 他爱哪的呀 这皇上啊,伸手两个手指 他说有两千兵啊,是由这个云贵总督挑选的 分别啊,由这个云南提督和这个贵州提督 带领着已经奔了金川前线了 这两千兵了不得了 光听他们的名字呀,就能让金川兵吓破胆 你信不信 傅衡说,那您先说说,我先听听吧 哎,这两千兵啊,叫黑锅炉呀 据说呀,身形奇异,打起仗来是勇猛异常啊 距于这个西南的大山当中 这一打起仗来,抡着大刀片子呀 是脚下生风,口吐黑烟的 哎呀,要说这皇上啊,他好骗 为什么呀,这复杭一听就知道了 这什么黑锅炉呀 其实呢,他就是西南洞族啊 遗族的少数民族士兵 生活在西南的十万大山里啊 整天呢,就是以这个渔猎为生 每天刀羹火重 所以说他身体好 故儿啊,扇攀登能打仗 说起来呢,和这个金川的土兵藩兵呢 哎,那也就是一个意思 因为呀,他们使的是苗刀苗弓苗剑 所以说呢,要比起这个金川的土藩兵啊 嗯,还差了不少啊 这傅衡啊,心里明镜似的 他也不敢瞎说 只能啊,磕头书捣算 赶紧是跪去谢恩 哎呀,在傅衡傅老六的心里啊 哎,这两千兵啊 虽然面貌凶恶 但是啊,已经pass掉了 那剩下的一千兵是什么呢 哎,提起这剩下的一千兵啊 这乾隆皇帝 那就更透露出得意来了 这可是镇工我呀 亲自操演 亲自挑选出来的 哦,这一下子这傅衡明白了 这傅衡啊,他早有耳闻 这乾隆皇帝啊 在这个上下战队之战 这个战暴传回京城以后啊 就在西山偷偷的训练一支部队 开始啊,说是想训练三百人 后来一琢磨呀 哎,不够 又加了七百 一共是一千人 这一千人的起点就是很高 并不是从这八旗当中啊 新挑选上来的这个闲散和俗辣 而是从这个八旗护军当中啊 直接挑选 这乾隆皇帝跟傅衡说啊 这一千人呢 是这新组建的一支部队 哎,已经啊训练啊 多百年了 他们的部队啊 就在西山 哎,这书中代言 西山地方大了 到底是哪呢 实际上啊 我跟你说 就是现在的香山附近 其实啊 在打这个上下战队的时候 哎,这个前线 兵败的奏报 刚一到京城 这乾隆皇帝啊 就想办法了 于是啊 他就在这个西山 哎,现在的香山附近呢 让这个撤起来的兵将画图 然后呢 让工匠依图而建了许多的碉楼 当然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您说啊 这些碉楼我建过几座 因为现在剩的确实也不多了 比起这西南大小金川的碉楼 从这个显耀程度 以及坚固程度上来看呢 那差了很多 不过咱们得客观的讲 这乾隆皇帝他心是好的呀 虽不中 他不愿意 他把这一千户军组织起来 就专门让他们呀 训练是如何攻打碉楼 最后呢 总结出来的经验呢 也无非就是说呀 哎,驾云梯吧 于是这一千的八起紫兵呢 训练的是驾云梯 速度飞快 个顶个身上啊 别着两只短冲 背后啊 还背着柳叶尖刀 剑着城之后啊 就驾云梯 捋着云梯就往上爬 剑到敌人之后啊 远了 用短冲打是进了 拿柳叶刀扎 并且这乾隆皇帝 也对这一千兵啊 基础训练还不放松 要求他们呀 每日啊 除了这些之外 还要练习这个 弓马骑射 这马步射呢 还要在这个八起操略之上 是更近一级 并且呀 这个火枪一定要用的熟练 还要练习这个五大刀和五鞭 有人就问了 这五鞭是那个大桥底下 那个轮铁链的大爷 手里边那种鞭吗 当然不是了 这里边说的鞭呢 您不如理解为啊 就是一根实心的八篮铁棍 您瞧那御师公 御师竞逮 那门人爷怀里抱着那个没有啊 哎 差不多就是那种东西 是练习力量的一种军事技能 这傅恒 傅老六听到这啊 他乐了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他心的话说 皇上皇上 您该一千云提兵啊 哎 那比那个两千那个黑锅锣那可强多了 这呀才是看起来腰眼上能使声劲的部队 这支部队啊 正宫我亲自命名叫做锐剑营 已经安排到啊 给你派的京师五千精兵当中 一并有你统领 希望你是旗开择胜 马到成功啊 这会儿的傅恒傅老六 那深感黄恩浩道 也没法再跟皇上保证什么了 现在说什么的语言都显着是无力的 干脆啊 皇上您瞧我的吧 我早就想好了 臣这次出生啊 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统衰大军士踏平大小金砖 第二条路啊 干脆我再回京师啊 我就不骑马也不作教了 皇上就一领卢席啊 把我卷回来就得了 现在啊 说什么的都是废话 到了第二天早晨 三军的吃罢了早饭 在这个养山袜叫场 一声号炮 是点炮出征 这乾隆皇帝宋富衡啊 一送就送出了安定门 有人说 那为什么非走安定门呢 这往西走 走府城门不行吗 哎不行 走安定门的是规矩 出征走安定门呢 那是为了讨一个好的彩头 这大军出征啊 就是为了安定一方 那回来呢 回来走北门呢 走得胜门 哎 取的呀是得胜还朝之意 那要是打输了 跑回来走哪个门呢 哎 这您要是问别人呢 别的说书的还不一定知道 您单得问学徒我 学徒我告诉您呢 那就是啊 哪个门进 走哪个门 好气 您都让人打跑回来了 那还有心思挑门呢 当然是雇了命要紧呢 那么说送出了安定门就完了吗 不行 这皇上啊还往前送 青石搞有载 十三年十一月 傅航率大军出安定门 天子携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 傅航说这皇上您留步吧 您不能再往前送了 再往前呢 可就进了宝定 过了宝定到石家庄出了石家庄走 娘子官就进了山西了 这皇上说呀 你不用跟我刷嘴皮子 哎 总之啊 朕工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哎 这大将生来胆气豪 腰横秋水 燕灵刀 风吹驼骨 山河洞 电闪旌旗 日月高 天上麒麟 原有种 血中蝼蚁 岂能逃 太平待昭 归来日是朕与将军 解战袍 水 瓶 山河洞 宝尔 灰 好